拍照员究竟是什么人 你三位在路边上请一口 然后一会儿来就给你拍赞 拍照员如何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难题 十个部门就要十个寻查人员 而我们现在一个人就把十个部门的事情没办法 不用寻接的拍照员又是如何工作的 面部表情都看得这么清楚 城市的眼睛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讲百姓身边事 看中国新变化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我是黎娜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江第一城 四川宜宾 不过今天我要关注的 可不是长江 而是我周围的这些路灯上 有没有贴满小广告 商铺摆摊会不会影响我的行路 还有就是 阿姨们在跳广场舞的时候 声音会不会特别大 这些和我们生活相关的事 在启程之前呢 我了解到了一条新闻 说是啊 现在在我们宜宾市 出现了一些叫做拍照员的人 说是他们每天呢 都会在马路上拍照 通过他们拍照 可以来管理城市牛皮旋等问题 那么宜宾的拍照员 是怎么来管理城市难题的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啊 我呢得先搞清楚了 这拍照员到底是什么人呢 为了解答心中的疑问 我来到了宜宾市的中心城区 向当地市民寻求答案 知道那个城管拍照员吗 就是拍照员 数字城管拍照员 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没听过也 不知道啊 谢谢谢谢 您知道那个城管数字拍照员吗 知道啊 他每天都会来吗 会啊 一般都是在什么时间来 大概早上或者是中午啊 下午之类的吧 您知道拍照员吗 拍照员 数字城管拍照员啊 对对对 您知道吗 最讨论的就是西方人 就是有些地方 你稍微在路边上停一下 那个一会儿来就给你拍照 一会儿接近一会儿单一 就把城市手机去就发款 您知道拍照员吗 拍照员您知道吗 拍照员 您拍照员 不知道 不知道 您好 打扰您一下 您知道拍照员吗 在大街上拍垃圾啊 然后拍那个围装的停车的 好像是这种吧 好 谢谢您 不用谢 不用谢 好了 通过对市民的采访呢 我大概也清楚了 有些市民呢 是知道拍照员 是做什么工作的 也有些市民呢 不太了解拍照员 是干什么的 今天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通过我刚才的采访呢 我也知道了 这拍照员呢 就是在城市当中 管理城市出现的问题 然后发现问题之后 把他们拍成照片 记录下来的人 通过对市民的采访 虽然我对拍照员的工作 有了大概的了解 但是拍照员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他们拍的照片又有没有用呢 我们决定做一个小测试 在宜宾市城区 人流量较大的公交车站附近 选择两个不太显眼 但是又影响市容的地方 张贴小广告 看看路过这一区域的拍照员 能否发现 他们又会如何处理呢 好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偷偷地躲起来 等着我们的拍照员去发现 另外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这张纸呢 都是非常好撕下来的 所以也不会给我们的 后面的工作 拍照员的工作 带来一些太大的麻烦 贴好小广告 我们开始等待拍照员的出现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等待 我们并没有发现拍照员的身影 正当我们准备离开 到其他地方进行测试的时候 一个带着工作牌的小伙子 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会是这个吗 上面穿 它身上好像挂了一个正肩牌 它似乎发现路边的花坛 存在一些问题 正在用手机给花坛拍照 虽然一开始没有注意到 我们随意张贴的小广告 但是最后还是将它们一一撕下 您好 问一下您是拍照员吗 对对对 我是 对对 我是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 走遍中国设置组的 刚才呢我们在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就是您撕下来的那几个小纸条 都是我的故意贴到上面 就等着你过来发现的 我说怎么刚才那边还有一张呢 然后这边还看着一张 很奇怪的 那个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刚才在贴的时候 我特意把它贴到一个 还算是比较隐蔽的地方 你是怎么发现它的 就是我平常就是我们那个 数字寻查员就是拍照员嘛 就是到处 街上到处走 偶尔就是到处看看呗 就相当于神色的眼睛 反正就是发现问题 他发问题嘛 就是看到那个很明显的东西 举手自然的 人吧 撕下去撕下去 整个工作流程就是这样的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我能不能跟着您 去感受一天可以吗 可以 但是 对 谢谢 谢谢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咱们继续往前走 我跟着您看看您怎么寻查的 行 好吧 文超 今年26岁 2013年从部队退伍后 开始从事拍照员的工作 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发现城市管理中的各类问题 并且用手机拍下来 就是他每天的工作 最多的时候 他一天走了37公里 主要街道 居民区 小巷子 都是他的巡查区域 如今他对自己巡查的区域 已经非常熟悉 每条街道经常出现的问题 也都了然于心 除了在大街上去巡查之外 像这些很小的地方 不太容易发现问题的地方 也不是说不太容易 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问题 它怎么了 它现在您看一下 它现在是属于站到停车的问题 站到停车 站让人心到 咱们平常都得这样过 对吧 要拍照是吗 对 需要拍照的 上午我们在贴那张小纸条的时候 我看你上去就是把它撕下来 并没有拍照 为什么这起案例我们要拍照 因为这起案例 我没办法自己能解决的这个东西 如果当场能够解决的 及时解决的 我们就不需要拍照上报了是吗 对对对对 那你上报到哪呢 我上报是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 然后我们有 怎么来上报 看一下 我们示范给你看一下 首先我得拍照这个 对吧 首先我们这个有规定的就是禁警 我们得清除它的车牌号 然后还有一张远警 把周围的这些情况给拍下来 直观反映出这个车子 它是属于什么违规的 还有一张就是我们需要的侧别 因为侧别 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 对吧 不会是 车主又不会可以假辩 说它车里边有人的 嗯 拍照取证后 文超会通过一个名为 城管通的手机软件 将问题反映到相关部门 像类似汽车站道的问题 通常在一个小时以内 就会得到解决 正当文超向我们演示 如何上报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拍摄引起了当地一些居民的注意 非法站道 对对对 非法站道的 所以它是 你们这里在拍照呢 嗯 南南我在这个拍照 什么地方 你们是不是那个 舒适城管拍照员 哦对对对 这个车子我们可以说 长几天呢这个 我们都在过捡着不方便 什么都没想不到 这个吗 我们都在过捡着不方便 影响公司交通 没关系 我尝试给你就是 翻译一下这个问题嘛 你不懂 我还交进来 你不翻译也好 一直交进来 你一直在照顾 我们车子听那个路都过不到 对 哎呀 还想翻译 哎呀 就是就是 我们来进一会儿 这时候我都看了 每天都看了 哎呀 今天都给我讲完译了 我们是乱停乱回 你起来停 这上去嘛 就是 我们早就说翻译了 这公司的 如果说是交进的话 一个小时 上报汽车站道停车问题后 我们继续巡查 文超告诉我们 像刚才那样 被居民围住 反映问题的情况 他之前 还遇到过很多 基本都是一些 看似很小 但却十分影响 居民正常生活的问题 而现在 他通过拍照 就能够及时 让相关部门了解 并且使问题 很快得到解决 除了上报问题 拍照员 还承担着复查的工作 我们之前上报的 汽车站道停车的案件 一小时后 文超还要到同一地点 确认上报的问题 是否已得到解决 并拍照上传 一个案件 才算真正完成 一定要一张就能反映出 这个原来的地方 他有没有处理的 现在我们点个上报以后 然后他这个问题 就已经解决了 问题就解决了 对 在接下来的巡查中我发现 除了城市交通问题 像路灯是否完好 路边花坛里的花是否枯萎 甚至是公园里的座椅是否掉漆 这些我们看来不起眼的问题 都在拍照员的管辖范围内 一天下来 我们总共发现 上报并且复查了 二十多起 有关城市管理问题的案件 现在差不多是下午六点钟了 你还要去其他区去巡查吗 不去了 我就在那儿可以直接打卡 在哪儿 在这儿打卡吗 对啊 在这儿有打卡机吗 我自拍啊 自拍可以打卡 你不相信 我给你示范一下 好好好 我看一下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自拍可以打卡 背景是钟楼 对 你看现在上面有时间 然后我也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需要上报一个 这个打卡的时间 比如说什么时候 就几点打卡下班 点个上报 然后就完成了 今天一天的工作就算是 对 结束了 一天的巡查 让我体会到了拍照员的不易 但是我又有了新的疑问 文超拍摄的这些照片 是由谁来接收的 照片上传后 问题究竟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昨天跟着我们的拍照员 体验了一天她的生活 总结她的生活就是 找到城市管理当中的问题 拍照上传 然后去检查之前的问题 有没有改正过来拍照上传 那么拍照员拍的这些照片 到底有没有用呢 另外这些问题 多长时间才能够得到解决呢 还有的就是市民们 可不可以自己主动地 去找到拍照员 提出问题 并且去解决问题呢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座大厦 是宜宾市数字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监管机构 现在我们就去问一问吧 走 宜宾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是宜宾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核心部分 所谓数字化城市管理 就是指用信息化手段 和移动通信技术手段 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 所有城管部件和城管事件信息 如果街道上的井盖坏了 家门口的路灯不亮了 市民不用打投诉电话 巡查员在发现问题之后 通过手机软件对问题进行描述 并通过GPS定位系统 准确定位事件的地点 将问题反馈到指挥中心 然后由专人立案审查 确定问题属实后 再派发到相关的单位和责任人 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在这里不仅能够实现 对城市管理问题的派案和处理 甚至每一个拍照员的巡查轨迹 都能够看到 你看我们街面上的 城市管理问题非常多 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一个大概的印象 觉得这个地方好像管得好 这个地方还可以 但是我们定量的量化 比如说你说是70分还是85分 我们传统意义上就没有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将每一个城市管理 它的问题 有图片有文字 包括你的处理的时间标准 都非常精细的 能够进行一个定量化的分析 还可以进行一些 我们一些数据的分析 总结出一些规律 让我们城市管理的每一个事情 都是有根有据的 那这样会不会也是更节省人力 并且更高效一点 对对对 我们这个极大的节省了人力 我们巡查人员在街面上 他对我们城市管理的 所有的问题都进行巡查 他不是就改变了以前 我们每一个城市管理的部门 都派人到街面上去巡查 那10个部门就要10个巡查人员 而我们现在一个人 就把10个部门的事情都干了 数字城管把井盖 路灯 油桶 果壁箱 停车场 电话亭等城市元素 都纳入城市信息化管理的范畴 而以往城市中的管理问题 也通过行走在城市中的拍照员 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信息点 现在一边市共有拍照员182人 负责发现城市管理中的各类问题 平均每人每天上报25个案件左右 每天上报和解决案件上千起 那么拍照员在完成问题反馈后 相关部门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及时解决呢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那今天咱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多少案子了 我们能不能看一看 能看见 我们这个显示屏上就显出了我们今天的案件 这都是今天的这些案件 对对对 我看刚才这个显示的是道路不清洁 这个是什么案件 对 是这个市容环境问题的 对 市容环境大类的道路不洁 我们点开来看一看 好好好 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图片 这个是我们 路上好像有好多的那个泥 沙子 对对对 我们的运渣车 它撒落下来的泥土 它很可能造成轮胎打滑 影响我们的通行安全 咱们现在能不能到现场去看看 它们是怎么处理的 可以可以可以 为了解答疑问 我们驱车赶往事发地 前面那两个打着双闪的那个就是吧 对 那他们来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现在才一个多小时 对 还来了两部车 对对对 已经开始在清理了 对对对 它要在我们规定的时间内 必须要清理干净 前面那是洒水车 后面是洗手车 刚才清理的应该大概是这个区域 对对对 刚才就是这些地方 非常有大堆堆堆 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对对对 就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你看现在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了 真的很干净 我来试一下 大家看 真的很干净哦 数字城管推行三年 拍照员们走上了监督的第一线 最明显的成果就是 城市中的问题解决起来效率更高 像我们今天随机抽取的道路清洁的案件 一个多小时就得到了解决 其实在拍照员刚刚起步的阶段 工作特别难以推进 有许多人对拍照员的工作非常不理解 但是从2013年的井盖事件被电视台报道后 拍照员的工作才开始逐渐的顺利推进 那么当年的井盖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决定到宜宾市电视台找当时报道新闻事件的记者 问个究竟 当时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当时呢是因为市民给我们打了这个热线 说有一个小孩掉井里面去了 然后我就和我的一个实习的同事 我们就赶紧的就往现场赶 因为赶到现场以后看到 我全是妇女儿童 这个井盖当时丢失了多长时间你了解吗 这个我们后来呢也找了大概三个部门 也问了一下 就是具体什么时候掉的 然后到底归谁管 当时没有人知道 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个事情和过去已经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 对 现在这样的电话接的多不多 就是从2013年2014年呢 我们还是时不时会接到一些热线 那反映的这些问题呢 包括我们城市的这种 比如小小的井盖 还比如说什么 其他的一些与市政相关的一些热线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在我的感觉上 这几年在慢慢慢慢的减少 所以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管理 我觉得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发生井盖事件的地点 位于翠平区观音湾附近 马路对面是一所小学 是许多孩子上学和放学的必经之地 幸运的是 掉进井中的孩子并没有受伤 那么当时负责这一区域的拍照员 是如何处理的呢 这位呢就是当时负责这个路段的拍照员 我们来采访一下吧 你好 问一下 这个井盖就是当时丢失的那个井盖吧 对对对 这个井盖丢失了以后 您当时没有拍照吗 这个我 其实我是已经拍过照 拍过案的 大概在三个月之前吧 三个月过去了 没有人来处理 为什么 这个井盖吧 它在里面是牵涉了 多家运营上的空性线在里面 可能就是他们谁也不知道 他们分不清谁的主体责任 可能就是时间长了之后 就是谁也不管 就没人来管了 就是划分的不明细是吧 对对对 责任不明 这个井盖后来是谁给它盖上的 这个我 这个谁盖上的 我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谁盖上的 对对对 您看这个每个井盖上 它都有几个字 这个字就表示 它是属于 这上面有水 电啊 那是什么单位 哪个运营上 但是这个上面的字 我们开始给砸掉了的 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可能这个单位 他可能自己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 他就给砸掉了 井盖事件 促使拍照员工作的顺利推进 因为人们意识到 城市管理的事情 看起来是小事情 但是一旦有疏忽 也许就会酿成人命关天的大事 拍照员的出现 不仅能够使问题及时发现 也让城市的管理更加高效 现在全宜宾的井盖都有身份证 都有责任人 拍照员一旦发现井盖丢失 在上传案件后半天的时间 就能够得到解决 除了在大街上巡查的拍照员 据说在宜宾还有很多 不用上街巡查的拍照员 他们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我现在是在宜宾市的平山县 看这就有一个摄像头 可以说在平山这个小小的小县城里 像这样的摄像头有将近200个呢 其实我们除了有巡接的拍照员之外 还有这些不用巡接的拍照员呢 宜宾市数字城管 通过与市政交通部门的资源共享 将城市中的摄像头资源整合起来 把城市各处的摄像头也变成了拍照员 在智慧平山指挥中心 视频监督员可以随时调取 城区内近200个摄像头的监控画面 并且在发现问题之后 完成记录和上报 但是城市中的摄像头 一般都架在高处 如果是比较细节的问题 视频监督员能够发现吗 它是带有夜视功能的 这能好到啥程度 你看现在天已经黑了 路灯全亮了 但是你看我们看到的画面 和我们白天看到的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要还真挺清楚的 我们往上推一点 我看一看 能看到清晰到什么程度 你看这一家子 正在那个地方吃烧烤 这吃什么呢 我看看这吃什么呢 他们 吃烧烤 还在喝奶茶 奶茶烧烤 那那个面部表情 能不能看得清楚一点 再拉近一点看看 你看这个 可以看到面部表情 对对对 面部表情都看得这么清楚 对对对 真的 真的挺清楚的 对 画质非常好 夜视功能的 像以前的摄像头的话 它晚上是看不清楚的 那我们现在的摄像头 晚上它不仅能看 能够看得清楚人 还可以看得清楚你的车牌号 就基本上可以就是做到 你在任何地点都不敢做坏事 清晰度特别的高 对对对 虽说不用走上街头 但是视频监督员也在参与着城市管理 通过城市各处的摄像头 就连一些细枝末节也能够尽收眼底 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案件的处理速度 而且也弥补了人工监管在视野范围方面的不足 实现了对城市24小时的监控 也让我们的城市管理系统更加完善 虽然城市里的拍照员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管理的难题 但是城市秩序却依然需要 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来共同维持 从身边小事做起 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加干净有秩序 无论是我们的街头巡查拍照员 还是我们的摄像头拍照员 通过他们拍的照片 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加的有秩序 也更加的整洁美丽 而我知道的是 宜宾市数字平台也计划 再开发一部手机软件 市面安装之后 如果再遇到想乱倒垃圾 汽车乱停乱放 井盖缺失路灯不亮等 城市管理问题的时候 随手拍下来上传到数字平台 数字平台在派案处理 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城市的拍照员 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来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讲百姓身边事看中国新变化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看中国 一条百年老街巷摇身一变成为艺术新地标 一片川西谷民居 华丽转身变为购物新地标 一块社区体育用地成为文化新地标 这些新现象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和理念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老街区新地标